浮览国内大事 百秒天下 为您疏离 国内焦点新闻 第二周和第三周分别跌至5.71元和5.53元 环比分别下跌3.9%和3.2% 同比均下跌10%以上 在我国 士领女孩HPV疫苗免费接种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四川省绵阳市 山东省德州市八亿县等地近日陆续宣布推进此项工作 自2020年以来 内蒙古厄尔多斯市 福建省厦门市 山东省济南市 广东省 四川省成都市 江苏省无锡市和连云港市 连云港区等地 已经陆续开展或宣布即将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工作 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供颈癌的立场文件中提出 接种HPV疫苗是预防供颈癌的有效措施之一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 2021年 我国新社外商投资企业6.1万户 同比增长23.3% 较2019年多2.5% 高于同期新社企业总体增速10.8个百分点 我国新社外商投资企业实现增长 充分显示出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和超大规模市场的极强吸引力 昨天 记者从中国海油集团获悉 由我国自主设计和建造的世界单罐容量最大的 6座27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储罐 在中国海油沿城绿能港完成全部成台混凝土胶筑 标志者储罐由基础施工转入主体施工阶段 一期工程计划于2023年底全部投产运行 液化天然气年处理能力达600万吨